高雄警察局一名三線一心的督查 30號跟朋友在海產店聚餐 那麼當時喝得醉醺醺的 還開車回家 製造了分隔島 結果整輛車冒煙還有火花 差點撞到其他車輛 轄區的員警到現場才發現 查到了自己人 但是高階的警官知法犯法 現在高雄市警局祭出了嚴厲的處罰 不止拔棺 年終考期 裂兵等 小喝車往前執行 底盤下去冒出火花 駕駛也沒注意繼續開 沒多久 車子突然往內側碰撞 嚇得另外一台汽車不敢動 後面巡邏員警發現立刻上前 沒想到開車的居然是高雄市警察局 三線一心的督查 換個方向再看看 車禍發生在5月30號 督查開車先自撞安全島 結果車頭都冒煙了 還要繼續往前 眼看開不了 人才下車 轄區員警一盤查 他居然是前三名一分局偵查隊隊長 也是現任的警察局督查 證明張憲督查 曾任偵查隊長 他和朋友到男子一家海產熱炒店 但喝酒開車就是不對 督查之法犯法犯下警察不可饒恕之酒駕行為 警察局祭出重罰 酒血後的張憲督查恐怕相當後悔 記者高雄 綜合報導 好 來問問大家你覺得在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什麼 很多人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那麼藝人無縫在臉書上 好 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也看看大家你認為你贊同嗎 或是你有不同的想法 也歡迎聊天室來告訴我們 藝人無縫說最近妹妹來到台灣玩 所以他就請來到台灣 已經有三次的妹妹要分享看到 他認為台灣有所謂的七大優點 我們一項一項來看 說第一 台灣有綠地 很多綠地公園多要爬山也很容易 而且因為開車不用太多時間就可以抵達 覺得非常方便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腳踏車 是很有善的環境 到處都有腳踏車要租借很方便 再來就是交通有禮貌 沒有人亂按喇叭 而至於在就醫醫療方面 他認為每個角落走出去都有診所 這也非常的便民 還有就是美食的選擇很多 以及便利潮商非常多 最後就是安全了 好 大家你認為 你認同嗎 這七點你認為你喜歡哪一點 或是認同哪一點 可以在聊天室來告訴我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網友看到這一項 交通有禮貌 不會亂按喇叭 很多人就說是不是誤會了什麼 可能大家覺得這個台灣的交通 不如無縫妹妹看到這樣嗎 也歡迎在聊天室來告訴我你的意見 那我們再來看到 溝熊明女子轉彎沒有打方向燈 好 又是交通事故 被警方攔下來 而且一下車全身都是酒味 警方馬上來實施酒測 酒測值高達0.34 而這個時候聽到又被移送 馬上不斷的哭求警方 可不可以放他一碼 女駕駛轉彎沒有打方向燈 沒錯 我們在你後面 你的酒測值0.34 現在你涉嫌公共危險罪了 女駕駛轉彎沒打方向燈 被警方攔插 沒想到酒測器一吹 事情大掉了 我沒有擠上燈屁 現在去地檢署了 沒有 你為什麼要這樣 你酒駕耶 測完明顯酒駕必須移送地檢署 女駕駛立刻哽咽 開始求饒 我沒有 我連死者的行李 不要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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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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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駕駛崩潰大哭求遠景幫幫忙 但一樣只能依照酒測移送 在高雄市區一輛馬 沙拉地逆向行事 被攔插 但女駕駛一下車就昏身酒味 昏得又有聚測的 你們要直接聚測嗎 對 什麼要直接聚測 就算要扣車吊銷架召集 吊扣牌照兩年 女駕駛還是拒絕酒測 見到愛車被當場查扣 這下馬沙拉地變成眼淚落地 酒駕又聚測 這下面臨的罰則恐怕更重 記著鄧鳴羅菜謠 高雄報導 再來看到這個包裹是惡作劇嗎 有網友匿名爆料說 台南市的超商 店員故意把客人的包裹破壞 又丟又踩還塞到馬桶裡頭 拍下影片傳到群主 但主管不但沒有制止 還一絲縱容 影片中 店員將包裹先往牆壁一丟 包裹落地後再踢到牆邊 還沒完 上前再不踩一腳 最後甚至到廁所 將包裹往馬桶裡丟 是哪間超商這麼誇張 有網友在爆料公社發文指出 台南市某間超商 有店員惡意破壞客人的包裹 還拍影片上傳對話中 有人表示 衰爛啊照片看起來還沒有很爛 另一個人又說 我有踩他 甚至還想推給物流 表示完美犯罪 最後還說要拿去廁所尿濕 這段荒唐的對話 原譜表示店長居然沒有資質 還繼續叫說搞破壞 影片指出是台南 卻看不出是哪間超商 惡搞包裹亂丟亂出來塞進馬桶 引發網友議論 民眾更是無法接受 但PO文指出店長明明知情 卻縱容店員繼續亂搞 不管爆料是否屬實 疫情期間網購電商 超商包裹一大堆 要是真的如影片這樣 被惡意破壞 肯定沒有客人可以接受 記者賴慣章 羅彩瑶 台南報導 1號下午西門町 驚爆了槍響 警方追氣掠人 勒熟的歹徒 他在西門町 鳴槍逮人 而到晚間呢 輪同我看到哇 事情大條了 趕快把人給釋放 現在六名的犯嫌全都被逮 警方發現 他們把被害人押走 凝略毆打 還跟養父索倒兩百萬元 因為被害人曾經是車手 侵吞了詐騙集團的百萬款 像黑吃黑 所以這一回才會被掳走 但是呢 警方也不排除 整體案件是被害人 刺倒自言 白色秀旅車衝進車陣 往左狂飆 想鑽縫隙逃離 鑽不過甚至再度踩油門 來回衝撞 緊跟在後的便衣刑警 立刻下車左右包夾 一邊對空連開兩槍 呵斥抓人 另一邊持警棍破窗 但嫌犯依舊不肯就範 不但猛踩油門 試圖逃逸 甚至還衝下車毆打警察 西門町鬧區驚悚 對峙竟全是因為路人勒贖 有象徵 歹路一直在撞 想往前面逃 逃 也逃不掉 你前面都是停轟燈 車子一堆 被掳走 淋虐的被害人 全身包扎 傷痕累累 但這名二十歲陽性被害人 卻是因為黑吃黑被掳走 原來他是一名詐騙集團車手 卻侵吞集團一百多萬款項 三十一號 對方娶他養富開的金紙店 找不到他 乾脆把人約出來 從中和廟口 把人掳往桃源的汽車旅館 尚靠淋虐 不但徒手狂殴 還用皮帶鞭打 甚至拍給養富看 要索討兩百萬元 是從小就開始養 對 從小 從小看到打 很乖啊 很乖啊 都會幫忙做事情 鄰居對陽性男子印象良好 怎麼也想不到 養富從小撫養的乖孩子 成為車手 還吞款遭掳人勒贖 警方趁著嫌犯與養富一號相約 拿錢之際 逮到一米犯嫌 晚間其他歹徒 驚覺事情大調了 又看見新聞 趕緊釋放被害人 還不忘把租來掳人的車 拿去還 在州警方鎖定逮捕 由於被害人啊 對這個案情啊 始終交代不清楚 研判案情並不單純 發現原來是被害人啊 曾經擔任這個車手 其他三名嫌犯 看見苗頭不對 也自行投案 不過嫌犯把責任 全推到被害人身上 究竟是真的被掳 還是跟嫌犯配合 自斗自演 騙養富的錢 警方還要調查理清 這是一位林鴻玉蘭 采訪MODO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哦